好 那我們現場的來賓 你覺得立東這一招 就是意有所指的這種幽默 有沒有效 不好意思喔 對熟女來講就是 太弱了 真的嗎 幽默的態度是基本上 是有效的啦 我想唯一我個人的看法就是說 她要太早就約到房間 我覺得這真的不太好 這是志義 意思你不能 女生會覺得說 妳是不是別有所徒 這是真的是在初次約會 還是要避免照鏡 這是真的 對 妳可以去看電影 為什麼一定要看Netflix 她就想回家 對啊 這樣太長大了 意圖不好 而且余生 要是師母有多次元 很想要 好 要不要當所家庭主婦 謝謝小悅 謝謝 好 剛看大家示範 我覺得董事在第一次約會 是最重要 留下好的印象 才會有第二次 但大家有沒有聽過 就是說真的好不容易 等到那一次之後 就親手被自己毀掉 我以前有一個 就是要追我的男生 一開始我超喜歡他 因為他的外型 就是我的菜這樣子 然後他也跟立東一樣 就是會一直送三明治 跟早餐到我的公司 因為我播早報 然後我四點半要到新聞台 他就四點半送來喔 都沒有 這時間送很感人耶 但是我跟你講 我早上起床 我根本不想要吃三明治 我只想要喝黑咖啡提神 因為我們接著就要上去 你不可能還在那邊吃什麼的 所以我桌上就永遠 都很多的早餐很阿嬤 然後再來是他都會先去 那壺花市買花 問題是我覺得他沒有做功課 是我對花過敏 是超級過敏 就是我會一直 可是他那麼有心 你不可能拒絕他 你就是還是默默的 就是放在桌上 然後就搞得我那邊好像就是 你知道家屬打理 對 就是超多花 然後就大家都覺得那麼好 你為什麼跟他交往 可是我覺得最大的罩門是 我受不了人家摸我的頭 就每個人都有一些點 那他怎麼摸你 妳吃飯飯 因為他很高 然後他就會說 因為我就很 就是不愛睡覺很晚睡 或是沒有好好吃飯 然後他就覺得 是一種呵護的行為 然後他就會說 你要好好睡覺 要乖 然後 然後我又全生氣 妳是胖胖怎麼碰 然後我的火就 沒有火就上來 流感很重要 對 然後尤其對我們這種高的頭來說 就是這樣我也會操敗 我也是真的就很難喝耶 然後有一次就是他兄弟在聚會 然後就是也是要解散 然後他就說 你今天要早點睡 然後我那天可能喝了一點酒 我就說 然後我就整個就 爆炸 然後他就 他就嚇到 就覺得我怎麼好像變了一個人 我覺得這真的是難受 壁壘 我想他的例子 就是說明了 其實要知己知彼 擺才會擺戰擺勝 而且這工具人的策略 其實不見得有效 工具人 工具學上確實有研究 譬如說 老鼠會喜歡吃飼料 所以如果他暗暗見 他就會得一個飼料 可是如果每次按 他都會有 久了老鼠就不按了 有時候有 有時候沒有 老鼠才會按 對 所以也就是說 每天送三明治 不如他守在你家門口 也許下雨天 你沒有帶傘 他拿一把傘 在那個最需要的時候 其實會比工具人 來得更有效 真的耶 適時的出現反而比較好 摩托是韓劇叫壞的 什麼 沒有 他是這樣 韓劇男主角都這樣 然後那個女生 你們看那個韓劇 都 他也要長得像韓劇男主角 對啊 你長得像飛劇不行 OK 韓劇裡面那個摸完 會有髮型師來整理 對啊 你也要陪一個髮型師 在旁邊 那妳的點是什麼 知己知彼很重要 因為 之前有一個男生 他要追我的朋友 然後那時候 我朋友要出門的時候 你去我們住在一起 他要出門的時候 我說你今天要去 他說看店 我說你們要去看什麼 他說我不知道 他訂的票 大概過了幾個小時 我朋友超生氣的回來 跟我說他明天要去廟裡面 我就說為什麼 他就是整個晚上睡不好 感覺精神狀況 好像變得有點問題 那種 我就想說 然後他怎麼回事 然後隔天我還真的陪他 去廟裡面收 這麼嚴重 對 然後那個師傅 就跟他講說 他後面跟了三個 我就說 你怎麼後面會跟三個 到底要去哪裡 對 後來我才知道 因為我朋友是靈異體質 他從來不在晚上 就是去那種 太偏遠 或是一個人 比較陰的地方 然後恐怖片 他也是不能看 所以他那時候 帶我朋友去看 那時候很紅的 就是一部恐怖片 然後他的用意是想說 男生的用意可能就是想說 恐怖片 他好像就是想要 對 女生很害怕 然後女生那種感覺 對 說不知我朋友真的很害怕 那是因為有東西跟著他 對 然後 嚇到 就嚇到 然後我朋友 因為其實我跟我朋友都一樣 我們不喜歡驚喜那種東西 就是 你要看什麼電影 真的就跟我講好 你不要說給我一個驚喜 應該講約會不要製造太多負面情緒 包括恐懼這種東西 真的不好 對 就好 真的要看電影 就看 也許卡通片 或歡樂 我覺得這個會比較安全牌 因為初次約會 有時候像踩地雷 有時候我不曉得你雷在哪裡 我以為恐怖片很好 一踩下去 我覺得你約會最好 就是要看鐵達泥號 這種 對 愛情 找到必生的最愛情 然後我就約好在哪裡等 就在哪裡等 不要突然躲在一個角落 然後後面就突然跳出來 我跟你講 我就是曾經就是這樣被嚇到 我直接走人 真的假的 因為我真的嚇到 而且他看到我這樣被嚇到 他自己也很不好意思 然後就不歡而散 我有一個滿落慘的 就是高中的時候 高中的時候 有一個喜歡同班的 一個女同學 然後就是他就坐我旁邊 然後那時候 可能第一個禮拜 我可能覺得這個女生不錯 然後就過了一個週末 然後我想說 小雯問他要不要去看電影 然後結果他回來的時候 他就已經說 不好意思 我有男朋友 他是有男朋友的人 然後後來我就默默的 默默的喜歡 因為他有男朋友 然後我默默的喜歡 然後到了大學的時候 這麼久 同學會 同學會又不小心又見面了 然後就 又好像有回到以前那個感覺 然後我想說 打聽之下 他沒有男朋友 然後我就想說 那好機會 然後我就想說約他 然後也有出來吃飯 然後有一次我就安排 安排一個回到我們母校的感覺 然後在那個學校的操場 散步 聊天 然後我想說 我就跟他講 你知道其實之前 我還喜歡你了這樣 我就開始 我說我那時候 還要寫一個信給他 你這時候很誠真 可是我那時候 一直沒有把這個信交給他 所以我就 他就說什麼 你到底要幹嘛 然後我就想說 把那個信打給他 然後在看的時候 我本來已經安排在 施令台的那個方向 我的那個一起安裝 我的朋友 準備要放煙火 哇 這麼浪漫 你是要大告白就對了 對 我是要大告白 是終極大告白那個時候 然後我就開始 你就看那個信 其實你們有點感動 然後我就說 我就試一個 手號 我就開始 然後結果 不小心我的那個 有一個朋友 他就跌倒 然後他就把那個煙火 推倒了 對 推倒了 他那個方向 射的方向就不對了 就射到那個國旗 那個錦旗 然後 錦旗就燒起來 燒起來的時候 然後旁邊人就說 最開始還不快下車 然後 我那個女生說 那邊失火 我們去幫忙他們一下 那邊失火 史上最尷尬的 我們就一起 把那個火滅掉 然後我們這個愛火 也被撲滅了 那你後來應該是 在警局做筆錄 不用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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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視和解了對不對 對啊 這太慘了 所以你看大家為了釋出 那個好的訊號 其實真的是用盡了方法 但有時候是好的 有時候會踩到地雷 那問題是我們很努力的 釋放了這些訊號之後 我想問一下陳醫師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 才會知道說 對方他有接收到 而且並且對我們 有一點好感 我想解讀其實真的很簡單 因為我想我們看到 愛馬仕或者GOOGIE的包包 一定是聚精會神 目不轉睛 如果有人把包包送給我們 我們一定滿心雀躍 也許就是我們約會的對象 你就可以把它想像成包包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它 它一定有非常多的目光接觸 而且非常專注 同時它那種開心的 異語言表 你可以觀察得出來 那這是非語言的表達部分 那至於語言表達部分 當然是話題一定會有延續性 譬如你談到說 那個電影很好看 他一定跟他說好好看 那下次我們也去看 或者是說聊到餐廳 他就會表達他的興趣跟期待 那當然相反的 如果他一直在滑手機 跟你眉目光接觸 或者是都一直很不耐煩 那就表示是沒有什麼興趣 而且我覺得還有一個 是在對話題當中 會一直想要延續說 那我們下一次也許 可以一起去哪裡哪裡 這種就還滿明顯的 所以我想約會後 他會不會再 就是賴你 或者是計劃下一次約會 那也是很明確的表示 那我想我這裡可以分享一個故事 就大一的時候 因為我們剛好經過聯考 已經脫離聯考的酷刑 然後剛過青春期 每個人血氣方剛紛紛 就想脫爐 所以每個人都嘛 就是去 脫爐 脫爐脫單 脫爐 脫爐脫 女生 脫爐脫單 對 你想到那一句 對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因為他的 他人是很好 真的是好人 可是他因為社交技巧很不好 他言語表達不是很流利 也不太會解讀對方的訊息 所以屢屢碰壁 可是有一天終於 因為他也很想交女朋友 終於遇到有人願意跟他約會 結果第二天我們也很開心問說 昨天約了怎樣 他說沒有啊 我就被踹了一腳 翻了兩三圈 然後他把我罵一頓 就沒了 好啊 我們那時候也很傻眼想 約哥為什麼會被踹一腳 還滾了兩三圈 我想這是什麼狀況 結果他就跟我說 吃完飯他就邀請女生說 要去公園散步 那女生也答應 只是一到公園的時候 他不曉得哪根筋不對 他說他一陣亦亂情迷 就是鬼迷心跳 結果那女生顯然有所謀貝 看到一撲腳一抬起來 就怕踹下去 結果他真的被大力踹 就往後翻滾了兩三圈 他很委屈 他跟我們說 你們不是跟我們說 約會就要去公園嗎 那邊很暗 氣氛又好 他如果願意去 就表示願意跟你進一步嗎 他約會成功了 不是就要接吻嗎 他就告訴我們這些 所以事實上這個故事 就告訴我們說 其實對方看他那麼緊張 表情那麼怪 肯定早有提防 他都解讀不了這個訊號 他只解讀到我們跟他講 你就去公園 他氣氛很好 他就覺得女生要跟他進一步 所以他完全解讀出 才會產生這種 他把接收訊號的能力關掉 對 因為他太緊張了 所以我想我們在約會的時候 解讀對方的訊號很重要 他沒有過程 太急了 太急了 曖昧 對啊 歡迎大家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 歡迎大家看致電視 她的周圍